你覺得台積電是否一個值得代注 或者值得吸納的股份 一定值得代注的 這隻都是在早年 這幾年兩年前左右 我當時就開始買 大約應該是在五十多元的時候 如果我們現在才買就貴了你很多 其實我覺得沒什麼問題 但是這一期剛剛 因為它剛剛才動的 其實去年全年都沒有動過 基本上去年是跑輸了整個板塊 因為你只是費成半導體的指數 都升了三十多個巴仙 其實這個是跑輸 很多朋友已經換走了 是的 其實很正常的 換走了 其實就是之前起動的時候 其實可以買回來 前陣子就終於開始 整個環行區間就突破了 我覺得現在進入就沒問題 為什麼會說起之前就是 其實這一隻都會是一隻 有時候有些人會問你買什麼好呢 未必會過過太好靈活的操作 他真的就這樣想坐在那裡 其實這些就是一些比較適合的選擇 如果你不喜歡太大動作 所以去年其實沒有動過了 現在終於才動作了 如果你說短線的動力來講 就是在他就出完新一季的業績 就開始爆了上來 其實出之前已經開始動了 出完之後就再是特別強勁一些 如果你說現在他計算的PE 都不算很低的了 都三十幾倍 但相比起其實很多的同業就更厲害了 還有上年的升幅更特別厲害了 如果你說現在來講我覺得可以等下 就不是說那個估值的問題 純粹就是因為短期急升 急升我就不建議急升的時候追 你只是等它休息一下下來的時候 有就是可以拿著 都是可以一個適宜是長持的一種 如果你說下回來 其實它有 我想上一次最比較好買的位置 大約都是11、12號那些 你之後出完業績已經是升到這樣的時候 這些位置就比較難一點 有貨可以拿著 現在越來越大家都調高它的目標價 我猜現在你比如說 齊頭看著200元 而且它整年沒有動過 就是終於突破了整個 那應該比較會有一個 短線動力也會有在 是 好啊 那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會不會是說那個建議都是 130元左右是買的呢 哎呀其實呢 你那個碳飾很有趣 你怕等不到是嗎 其實100元邊是 即100元邊是一個好的位置 但是呢 究竟會不會有這個機會呢 是 或者我們看著 看著大約這個由11月到12月到現在 那個的上升軌就大約是在 大約你看著 白衣服 是 就看著這裏 按上下 你畫一條上升軌 如果你看這裏 就是那條畫到一條線出來 大約就是在這個位置 我想看著 就是暫時這樣看著先 我們看著現實的情況 究竟它幾時 什麼時候 因為譬如前一天 就是剛剛出完業績那天 那天一度升成一成之後 這樣 叫做射擊指聲 這個推型 這樣下來 會有些 因為有些群組 就是會有些朋友說 已經吃了一半 是不是留下一半 我覺得這個也是 就是如果你喜歡短線獲利下 那也是一個比較 短線一些 靈活一些的做法來的 其實那天你看到它 它似是 會先下降的 但是它就是不下降 那天呢 是 抵開之後又上升了 所以是 暫時來說 仍然是一個非常波動 很有買力的時候 是 未必太好入場住 其實就是先拿去 它真的下降也不下降 你說那個射擊指聲 就是剛剛那個列口向上那個 還是比較早一點那一刻 就是紅色呢 創新高那天 這天 14號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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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等有落的機會 才好一點 如果沒有就 沒有都沒有辦法 你真的找一些 你等有好的機會才進 又或者是 看一下 如果你是純粹打算短線 你要這麼有動力的 你找一些 正確的位置的股份 都有其他可以看 因為那天看到 其他的半導體 其實那天整個板都會動的 那天市場就不算很厲害 但是整個板塊都會動的 那有些其他 譬如是 可以看一下 美光啊 還有就是 AMAT 這些類型 那天某 那天 搖輪 這就 那天 呢 感谢观看